2007年出生的F李瑞 除了繁忙的演艺行程外 如今还在汉林一高上学 最近有同学曝光了他在学校被骚扰的事情 据悉 每次去上学的李瑞 都会被尾追堵截签名 让人气愤的是 有人竟然拿一整本笔记本让他签 且签名的人作者 李瑞却半吨弯着腰一页一页的签 签完一整个笔记本 而且还透露视频拿出去炫耀 这样的情况与其说是被骚扰 不如直接说是被霸凌的程度了 且在论坛上 李瑞同学们也散布了关于他的不实谣言 声称李瑞在上课时睡觉 现在粉丝们要求公司采取措施保护李瑞 希望李瑞的善良不应该变成伤害他的刀 请学校和公司重视李瑞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 在接下来的回归活动中 能看到一个开心活泼健康平安的李瑞 爱的寒舍 白儿姐说这些寒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 好 感谢观看